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命灵的 所以也算是半个老乡 拿到手确实是爱不释手 最近就是疯狂的在购入孔大的恐龙系列 陆续也会给大家去做录制的 包装盒一贯的孔大风格 白色的面板非常干净 58号猪城暴龙鲁雄 顶部是闭嘴时候的造型 纸品一张猪豹的绘画海报 我比较喜欢的小册子也进行回归了 可以看到猪豹的各种角度的展示图 后面也是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和赵长老师学画恐龙 其实这个系列 我觉得不光是模型方面吸引人 其实在绘画方面 也对我个人有所提高 本身我自己也是以美术专业为主 所以说也是通过简单的绘画 去了解了恐龙很多有意思的特点 鼻尖到尾巴大约的距离是31厘米 呈现的是一个即将要奔跑的一个造型 可以看到它一侧的前肢微微抬起 另一侧呈现一个奔跑的样式 来给出了一个透明的支架 本身的一个站立性做的其实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体的一个细节 首先猪豹的头部后半部分 它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宽的一个样子 前半部分它是比较窄的 眼睛后方和前方都有这种角质物 然后牙齿这个部分也是猪豹 我觉得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猪豹整个的牙齿是外露的 这种大鳞片的一个包裹 非常有厚实的这种质感 脸上的这个部分 呈现的是大块的这种鳞片的褶皱 与身体上面的这种小鳞片 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所以整个头部的细节 拿捏得十分到位 牙齿也是可以张开 可以看到舌苔内部的细节刻画 整体舌苔内部的这种细节 和外层的这种肉粉色的一个感觉 都做得很好 整体的这种过渡算是非常自然 尤其是脖颈的部分 这种旧化的后脚趾层 到脊椎大腿部分 包括尾部 类似于虎斑纹的一个效果 都呈现的比较好 它的手指呈现的是两节 后肢有四个脚趾头 然后这一次赵床老师 把三个前指立在地上 后脚趾的一个地方 微微抬起 类似于一个奔跑的一个造型 外侧的脚趾部分呢 做出了这种旧化的一个效果 肌肉走向呢 呈现的也是更加的有层次和立体 大腿的这种肌肉走向 加上这个动态的一个表现呢 呈现的是非常到位的 尾巴呢 这个地方呢 有这种粗细的变化 并且呢 你可以看到 由腿部往尾巴做 过度延伸的这种肌肉呢 呈现的这种拟针度呢 非常好 尤其是这种皮肤褶皱 拟生感真的是特别特别棒 手感方面呢 也是从大纹路呢 逐渐演变成一种小纹路的这个细节 整体的过度呢 是比较自然的 尾巴呢 呈现的是自然的弯曲尾部 增加了一些 拟生的这种虎斑纹的涂装 它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的分布呢 使得整个猪豹 看起来这个肉质感是非常强的 脖颈呢 它是比较粗的这种 然后外侧的褶皱和小腿 这个不发达的前肢 加上发达的后脂相结合 整体呢 呈现的一个非常夸张的这种肌肉量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猪豹呢 在神韵方面呢 拿捏的是很到位的 另一侧呢 也是呈现的这种不规则的形式 我个人还是觉得 在头部的这种大鳞片的细节和眼睛的表达层次感上面呢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整个的这种身体的大渐变色的结构呢 也使得整个猪豹呢 有着不一样的霸气 总之呢 我觉得作为我的第一款爆龙科的产品来说 这款猪豹呢 一百多元 真的是十分的像 也是非常感谢一下 B站好友啊 推荐的这款 确实是值得购入 真的也是很有质感的一款 性价比恐龙玩具了 那今天视频啊 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恐龙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